反正這個包 這個我相信他應該是沒辦法解釋啦 王思佳如果你真是跟代購買 麻煩就直接講是哪家代購 而不是只講代購兩個字 這樣會影響到很多人 大家好我是泵盤 又到我要拍片的時間啦 那這次的片子呢 跟現在的時事非常有關係 因為一堆人 我會上百位了吧 甚至我的粉絲團都被爆炸了 甚至一些網路紅人 T先生都直接來問我 就是有關王思佳這次的假貨風波 我整理了一些大家最想知道的問題 以及我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我們首先來先看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那王思佳的事情之後 小S他也跳出來說他要找代購 那有錢人到底為什麼要去找代購啊 我覺得這問題不是在於 有錢人跟沒錢人啦 因為我之前可能在其他的影片中 或在直播上有迅速過 或是有人來問過我 那我可能有講過 但是我後來整理一下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點錯誤 基本上我覺得 會找代購的原因不外乎是省錢 其實最大的原因 其實應該是省時間 有錢人他們可能不在乎錢會花多少 因為像愛瑪斯 這次的時間是由愛瑪斯引起的 那愛瑪斯所謂的配貨 我覺得其實配貨有時候事情是小 因為就算配貨 你配到了 其實還要花一段時間去等 如果運氣好 你可能花一兩個月 你就額度打滿了 然後包Sales一般配好了 可是有時候其實你 花了五百萬六百萬 你可能要等到 下一年度這個包出現的時候才有 因為像愛瑪斯有分皮質 像11皮啊 荔枝皮等等之類 就五六種皮革可以選擇 還有顏色 那你要等到你要的顏色跟皮質 都出現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是真的運氣問題 相對來說 如果你找代購 可能可以直接找 因為全世界這麼多代購 這麼多愛瑪斯的專櫃在販售 那我們的通路一定更多 對於我們代購來講 其實我們也是幫你們找 我們會找我們所有認識的相關行業 從亞洲找到歐美去 找所有代購 說欸誰手上有這顆包 那願意多少錢包Sales 我們再去轉賣 那就會省掉很多 你去等待專櫃放貨出來的時間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你拿得到一般人在專櫃拿不到的貨嗎 一定是拿得到 因為其實 我們代購有另外一個功用 就是在於說 其實這些包在出來的時候 或許沒人訂 但是我們會先把它買好 因為其實這些包 在全世界各地 一定有人需要它 只是還沒有人找到而已 代購其實是一個小圈圈 都互相聯繫成 像我自己跟歐美那些代購 買手都很熟悉 所以我們可能跟他說 現在誰手上有這顆顏色 或是誰有這顆包包 要不要發來台灣 讓我去賣之類等等的 我們會互相聯繫 那很多代購其實在包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被代購收走了 可能Sales的 一拿到就直接轉給代購 就根本不會讓一般民眾看到 所以相對起來 一般人要買到 不管是你有錢還是沒錢 這已經是其次了 就是 你要買到他的機率更看運氣 中國網友在小黃書上 整理的這個 對比圖啊 那這些圖片 到底能不能夠去訂罪王思佳呢 不得不說 中國的網友非常強 我也去看過小黃書那些影片 一些圖片 甚至現在中國大陸 也發了很多 就是有關王思佳 假貨的一些就是特徵之類等等 但對於我來講 其實中國的鑑定能力是 目前全世界屬一屬二的 他們的確看的細節跟看的東西 都非常專業 但是 一個我做精品代購的業者來講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就算是照片我們看出來 他有疑問 或有疑慮 我們通常都不會判定是真假 以一般來說啦 所有鑑定機構都不會以照片為主 就是因為照片跟官網圖比對的情況下 一定會有落差 這次不是做一個鑑定的基礎存在 另外 光有時候放圖片或是文字敘述上 都會有落差或錯誤 就像我前陣子跟大家說明的那個 香奈兒眼鏡的事件是一樣的意思 我有提到過說 LV的T恤的顏色的顯示錯誤 跟放的圖片不太一樣喔 這件事情連我都去跟專櫃聊過 然後我跟專櫃講說 欸你們還不跟官網講說我更換一下圖片 他們都直接反映說其實 時不時會有出現一些小錯誤在 但對於國外來講 他們覺得官網不是這麼重要 他們更新頻率也沒這麼快 甚至他們也根本不在乎 所以我覺得 中國網友說的的確那些特徵 都有差異性 我覺得是沒問題 但是我是認為說 不能因為照片跟官網不同 而就直接判定是假物 最重要的鑑定基礎還是以食品為主 但他有些照片是直接拿這個 王思佳的食品跟別人的食品去比較 對 那也不是從官網出來的 但是我會覺得說 所有人的鑑定方式 都一定要以客觀為主 就網路平台非常發達的現況 你一講他是假貨 全世界的人都會跟風 認定他是假貨 但是 如果以專業的一個人來講的話 我是不可能輕易是在看著圖片說 這個東西是真還是假 一定要看到食品 如果這樣去打死人家 很不專業 我們驗貨的基礎 不驗人 不驗店 不驗照片 什麼叫不驗人 就是 你是王思佳 東西也是不一定是真的 就算你今天是蔡英文也一樣 不驗店就是像那個 中國大陸最有名的 田氏鑑定他們的代購機構 他們是全大陸最火紅的店 就算他東西出來 好我講一個件事情喔 前陣子某一個全台灣算知名的 在中南部應該有超過10家以上分店 他或到我這人家直接拿出他的保證卡 我驗出來一樣出問題 所以有保證卡來也是一樣 第三個是不驗照片 照片不管怎麼拍攝再怎麼清楚 甚至說 他拍了1萬張照片給我看 我還是要驗商品本身 驗貨的本身只驗商品本身 不驗這其他三樣東西 因為很常會有人用拍照來驗 或說這是哪個人的包包 或者是這是哪一家店的東西 這三樣東西我們是不採納的 應該說正常的專業機構 都不會採納這三樣東西 網路上當然很多就是 有收費的是用拍照來標準的 但我覺得那都是只是初步判定 你的確可以用照片去判定 但是實際上你要真的覺得說 商品百分之百有沒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都是要送包去鑑定 因為就像王之嘉這次做的 他送的那個鑑定機構 的確是算蠻專業的 那他不可能叫王之嘉拍個照片去 他已經整個包包直接送去了 剛說他驗貨 那他把這個驗貨的圖片 秀出來之後 上面寫說他是拿2022年的包去驗 結果那個包早在2021年 就在他影片上出現過了 那這是不是很明顯就是他在說謊 這個就真的沒辦法解釋什麼 因為這種就是我們會叫時空落差商品 在精品業常見到時空落差商品 為什麼呢 因為回顧到以前我在影片中講過的 為什麼官網不喜歡把照片先拿出來 或是說每次照片有些東西都會有落差 就是因為房品 他們做速度真的非常快 像愛馬斯這種商品 愛馬斯都是手工訂製的 他一顆包做出來可能就花一個禮拜 但房品他們是用機器做的 他們一天就可以生產出好幾顆包 這就是回顧到為什麼說 官網為什麼不喜歡放 這就是之前有網友抨擊我說怎麼可能之類 那我跟他在精品界中是常遇到這種狀況 那這件事情就很明顯 因為他這東西就是2022年的包 但他2021年他就已經先拿到 這在精品界是不可能啦 絕對不會這種事情發生 除非王思嘉他真的是愛馬斯裡面內部 非常高級的 譬如說他是總裁之類等等的 他才有可能自己先拿到家自己東西嘛 王思嘉想必他在台灣雖然說也很有知名度 但他的能力應該不足以到這樣的地步啊 所以這個我相信他應該是沒辦法解釋啦 除非他說喔那顆包是假的 他放好看的這 反正這顆包 的確可以足以判定 他拿到的包的確是假貨 但是這個我覺得有一個要代查的原因 他那支影片到底是不是同一個包 這個包到底是2022年的 這的確要去查證 沒有查證是沒辦法這樣講 但如果說2022年的包 要在2021年就拿得到 那沒話好講 有可能嗎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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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那支影片好像是 2021年的12月上的影片 就這個包他是2022生產的 他就算在2021 12月30一出來了 他就跪在2021年 他不會跪在2020年 因為這個對於商品的價格蠻嚴重的 差一年就像車子一樣 你差一年的包包 我們就會降好幾千好幾萬塊 因為愛馬斯是有所謂的刻印 那所謂的刻印就是譬如說 2021年的刻印是哪個英文字母代表 所以舉例說如果2021年是A 那2022年就是B 他如果說2021年的包 他刻印在2022年上面 變成B的話 那應該會引起很多的消費糾紛 所以不太可能會這種事情發生 至少做到現在七一年來 或是在我精明百戶業來 十幾年我沒有預估的 這種問題存在 但是這個必須有去查證說 這顆包是不是的確在 2022年才有的款式 但我的確有去稍微查一下 這個問題是沒錯的 這顆包是凱莉二代 加他是大香灰的顏色 這顏色的確是在2022年出的 在2021年的確不太可能出現 除非我查的資料有錯誤 依照說正常情況下 2021年跟2022年的商品 會不會提前出現的問題 如果是以這個去判定的話 絕對是直接判定假貨 這沒什麼好解釋 我覺得他不可能有什麼 任何理由去解釋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代購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在這個 12月年底的時候 去拿到下一季的包 你也拿不到 就拿不到 OK 我做那麼久也沒有預估的這種事情 就是說我可以提前拿到什麼 厲害的貨 你說其他品牌可能或許有機會 一線品牌精品 他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打他自己招牌 從來沒聽過 你像Y3啊 巴黎四街啊 他們可能會有地區性的分別 因為有時候我這邊比較早上 我這邊比較晚上 可能還會有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我可能提前先拿到 但基本上 艾瑪是全球同步的 我沒有遇過說誰先早上拿到的 挺多你先看到啦 他可能在秀場的時候 已經先展示出來了 那你有去參加秀場 或是牛逼逼IP的人 已經先看到了這款包 譬如說5月底要先上什麼衣服 上什麼包包 我可能會先看到 但我也拿不到 我也是要等到5月底 他上的時候我才買得到 不太可能他現在看得到東西 他可以先買 不可能 那如果今天這整件事情換作是你啊 以你代購的身份去看 那這樣的公關危機 會不會有更好的解套方法 我覺得一定是有 因為他這次處理方式很明顯 就是覺得說 都是在說謊 今天我就跟大家講 今天我生活有一個代購 這麼久 也算蠻專業的店家 今天出問題 是說他自己跳出來急忙成績 第一個要出來的成績 應該是他所謂買的代購 他是跟哪間代購買 他應該直接叫他出來面對 不管他是買的真的還是房的 都是由這代購店家來承擔 他今天只是個消費者 今天他只是花錢 他沒有必要去承擔這些責任 你懂嗎 但是他今天的影片迅速完之後 我看到的狀況是 很多的謊言在裡面 尤其像是最簡單的處理方式 他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相信一般人 你今天買到假貨 你今天買到有疑慮的商品 你不可能是第一個自己跑去 看自己包包有什麼問題 你應該是第一個去找 賣贏的人有什麼問題 他為什麼不把這些東西講出來 我覺得應該只有他自己知道答案 一我個人覺得要買這個代購 是他很好的朋友 他不想毀了他這個朋友 再來第二 我覺得最有可能就第二就是 根本沒有這個代購的存在 因為他今天如果隨便講一家代購的名字出來 這家代購應該就被他毀了 那也有人說 為什麼他要去找那個第三方機構去驗爆 他不直接拿去愛馬仕 直接給他那個說要保養 就搞定了呢 當然我覺得做這個我當時也有講 因為現在的專櫃 他並沒有一定會做這件事情 就像很多人講 我當時在說辯證真假 我有一個其中一個方式就是 你可以直接送回原廠給他保養幹嘛的 有的沒有 他會保養之類就可以初步判定說 這商品是真的還假的 你說會不會出錯 我說實在一件事情 就算是專櫃也不肯百分百 因為專櫃員工 其實只是一般的業務 他們並不是鑑定師 那他們送回去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再另外審核過 我覺得很難講 有時候其實也是有判定錯誤的情況下 所以當時我要跟大家講說 辯證真假這只是一個初步的方式 一個小方法 但他不是一定能用 王思佳為什麼不直接送專櫃 有第一個原因 因為現在專櫃省的比較嚴格 我就是看業務 我今天跟業務比較好 其他就會幫你 那我今天跟業務完全不熟 他有可能會要求你 提供你購買的地方 購買的票據 甚至說你購買的人的名字 假如說他真的是買代購的話 他一定不知道這些東西 他也沒辦法送 會變成這樣子 但是以王思佳個人的知名度 我相信他送愛瑪斯應該不會被拒絕 那他不這麼做的原因 我覺得一來 這個包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 我個人覺得 送專櫃最大的疑慮點就在於說 包不是自己的 不然就是他不敢送 因為他可能也不知道他自己是真的還假的 最後我再問一下 那假如說撇除你這個 代購的專業眼光去看的話 那你覺得這整件事情 你到底怎麼看 其實我老實講一件事情 我自己做代工這麼久 做精品這麼久 其實真假貨大部分 講實在的七八成都看得出來 在路上我也看到很多人賣假貨 甚至我自己親朋好友 很多人也穿假貨之類的 我覺得那只是 每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或是為了自己的 真活的標準是怎樣 他自己享受而已 所以我不會覺得 真的跟假的有什麼 但在法律上 其實假貨是違法的啦 但是我說以我一般平民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不覺得說 真假貨有什麼這麼重要的定義在 我會個人反而認為說 他願意花大錢買精品 或是 願意花小錢去買房品 他個人人生自由 但比較不能接受的是 王思佳這個人 他是利用他的精品的 奢侈的一個方向 去作為他的一個 不管是拍影片啊 不管是上通告啊 其實都這類型 他等於是拿在營利 今天我是賣精品的 我一定知道 我的東西都一定要是正品 因為我是用這在營利 可能我自己親朋好 他穿房品的 可是我覺得 他不是拿來賺錢 他只是穿他自己開心 他也沒影響到別人 我覺得那根本不用去評評人家 但王思佳比較 不可取的一點是 因為他是公眾人物 利用這一點再去賺取一些 營利啊 我就覺得 那你沒有必要做到這樣子 最重要的一點是 這是我個人最不爽一點 也是 我拍這支片子最大的原因 就為台灣的代購好了 台灣其實在認真做代購的店家 有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一些小型的 自己帶貨 甚至開店面的帶貨 我相信這次的事件 讓代購受到很大的影響 每一次 不管是藝人網紅 我之前網紅也報過很多賣假貨之類 全部都是推給代購 我不懂 就是你也是藝人 我覺得你講話是有一種 有一個話語權在的 你在想說你要講代購的時候 你有想過說 我們這些在做代購會受到什麼影響嗎 像大家就留言說代購幹嘛跟代購買 代購都有假貨之類等等 就變成這種情況 好像變成說 代購跟假貨已經成員一個等號 所以這支影片我想跟大家澄清一下 王思佳如果你真的是跟代購買 麻煩就直接講是哪家代購 而不是只講代購兩個字 這樣會影響到很多人 我希望說大家不要以偏概全 就譬如說每次只要一出事情 就講代購 然後一講到代購就說是假貨 當然經過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對代購的信任度 就降低非常很多 那一定有很多網友說 那怎麼找信任的代購呢 我說真的 每次的影片我都這樣講 只能找有商譽的 或是願意負責任何代購 我就像我說一件事情 今天王思佳這種事情 他的代購都是找我 今天這個包裝是假貨 我們代購也會出去扛 我們會跟大家講 這是我們賣的東西 我們會保證這商品的來源 跟最少你買到 你是找到人在哪裡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代購的確有分便宜跟貴的 不是找代購一定要找最便宜的 你找最便宜的 反而是最沒保障的 最便宜的是什麼 一定就是私人代購 所謂的私人代購是 他沒有店面 他可能就只有一個IG 不管IG有多少粉絲 我跟你講 粉絲數其實也是假的 大家都知道粉絲是可以買的 我曾經參過一個 四十幾萬的粉絲團 他也賣了很多東西 最後爆掉就是全部都沒 甚至中部有一個夢開頭的 他甚至是有開店面的 最後爆掉之後 老闆欠了幾億 顧我全部沒出來 所以我跟大家講就是 要怎麼找一個商譽 這個店家的人 你是找到的人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希望大家 第一個是以價錢去區分 找哪一個代購去購買 商譽是最非常重要的 當然最後也是跟大家講就是 不管是名人藝人甚至有錢人 其實都還是會有人找代購去購買 從這點可以看到 代購其實有一定的存在的必要 也一定有真的正常的店家在販售 那希望大家不要一直被一些老鼠屎 去影響大家對代購的眼光 那我希望看到這支影片能 可以更加了解代購這個行業是真實存在著 而不是說就是好像 聽到代購就像賣假貨一樣 感謝大家收看這支影片 這一次希望強力募集一下 就是因為我最近 已經不知道想要拍什麼了 所以希望大家留言一下 你們想要看到我拍哪一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盡量留言沒關係 我覺得不錯的我一定會拍 好謝謝各位掰掰 拜拜